大家好,欢迎来到安迪跨境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强网络代理工具 Thinkbox在苹果iOS端的安装与使用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Thinkbox Thinkbox是一款新兴的网络代理工具 被誉为网络代理平台的瑞士军刀 它与其他知名的网络代理工具 如V2ray和Clash相比较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协议 这是Thinkbox支持的协议情况 支持主流的出入站协议 包括Shadowsocks,Wimass,Children,Historia,Socks,Http等 Thinkbox支持多个操作系统 包括MacOS,Windows,Linux,Android和iOS平台 苹果端可以在苹果商店下载 需要用到外去苹果ID 比如美去苹果ID 如果你还没有美去苹果ID 可以看我往期视频 自己申请注册一个 或者到这个网站上花十几块钱买一个 安卓端可以在谷歌商店下载 或者到GitHub上下载 这里可以下载最新的版本 这是安卓端的 这是Windows端的 Windows端暂时没有官方图形客户端 只有命令行应用 因此建议使用第三方客户端 GUI for Thinbox Thinbox可以说是在苹果端使用网络代理工具的小伙伴的福音 为什么这么讲呢 iOS端主流的网络代理工具都是花钱的 比如Shadow Rocket小火箭 在苹果商店的价格是2.99美元 Stash是3.99美元 全差是7.99美元 而Thinbox则是免费的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免不免费 价格贵不贵 而是美区苹果商店的充值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门槛 所以对于不需要充值就可以直接下载的网络代理工具 Thinbox来说 是使用苹果iOS端的小伙伴的福音 我们登录美区苹果ID 在苹果商店搜索Thinbox 点击下载后打开 左下角第一个是控制面板 第二个是日志 第三个是文件 第四个是设置 点击第一个控制面板安装网络扩展 点击允许安装VPN配置 输入手机密码安装成功 点击文件 这里选择新件配置文件 需要导入机场链接 我们测试两个机场 一个是一云梯 一个是飞鸟 我有出过关于这两个机场的视频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 打开一云梯机场的订阅 点击复制通用订阅链接 系统可以自动判断客户端 支持Thinbox客户端 回到Thinbox page文件页面 名字输入一云梯 类型选择Remote远程 URL输入刚刚复制的一云梯通用订阅链接 自动升级的间隔可以维持默认60分钟 也可以填写长一点的时间 这个看自己 点击下面的创建 回到控制面板 点击Enable的启用 Enable的由灰色变为可点击的启用状态 机场节点添加成功 这里面的Rule Direct Global 就是我们常用的三种模式 规则 直连 全局模式 点击Groups分组 节点选择处点击箭头 可以查看所有节点 点击闪电可以测延迟 这里是导入的机场节点 以及延迟情况 我们选择一个香港节点 打开谷歌 看一下网页打开情况 谷歌网页打开没问题 打开YouTube 搜索4K视频 打开一个4K视频 4K视频播放也比较流畅 UND机场链接 直接导入Thinkbox使用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飞鸟机场如何导入 订阅链接到Thinkbox 打开飞鸟机场首页 点击复制SS订阅链接 此链接不支持Thinkbox 需要转换一下 机场订阅链接 转换的网址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转换 我这里打开这个网站 这里输入刚刚复制的 SS订阅链接 升阵格式有很多 这里选择Thinkbox 短链接维持默认 也可以选择一个其他的 规则配置和高级功能 维持默认就好 如果你有更深入的需求 可以点开高级功能 自行配置 最后点击生成订阅链接 然后复制生成后的订阅链接 回到Thinkbox配置文件页面 名字输入Flyingboard 类型选择Remote URL输入刚刚复制的 已转换的飞鸟订阅链接 自动升级的间隔可以维持 默认的60分钟 点击下面的创建 会自动回到配置文件页面 这里面已经有了 运梯梯和Flyingboard 点击Flyingboard 点击这里的更新升级 回到控制面板 选择Flyingboard 点击Enabled取用 Enabled由灰色变为 可点击的取用状态 Flyingboard机场 节点添加成功 点击Groups分组 手动切换处 点击箭头 可以查看到所有的节点 点击闪电 可以测延迟 这里是导入的机场节点 以及延迟情况 我们选择一个香港节点 打开谷歌 看一下网页打开的情况 谷歌网页打开没有问题 打开YouTube 搜索4K视频 打开一个4K视频 4K视频播放也比较流畅 飞鸟机场链接通过转换 导入Thinkbox使用没有问题 以上就是Thinkbox 在iOS1的安装仪使用 希望能够帮助到 有需要的小伙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